拜登四月份跟空氣握手 隨後跟一臉茫然 不知道要從哪邊離場 尷尬畫面歷歷在目 最老總統拜登上任以來 多次出現口誤和令人不解的舉動 引發外界擔憂他的健康狀況 他二十五號又被眼尖媒體發現 他出席記者會時 竟然還需要一張詳細提醒清單 拜登賭出紙卡背面手寫內容 而幕僚提供的印刷指示 也就正好在鏡頭前曝光 其中第一條寫著 你進入螺絲幅廳向遇會者問好 接著第二條指示 你在座位坐下 中間幾行寫著活動流程 包括媒體進場和離開 最後紙卡指示拜登 你感謝遇會者 然後你離開 一步一步清清楚楚 指示拜登該怎麼做 連問好和坐下 都必須白紙黑字寫清楚 拜登總統的年紀和認知狀況 再次成為話題焦點 而拜登三月出席 二物衝突記者會時 也被拍到手握一張 普丁問答棘手談話要點 不過白宮回應 這種指示格式 只是政治人物出席活動時 常用的標準格式 總統先生 你下巴上有東西 便條上手寫內容 清楚被拍下 另一張照片也能看到 拜登的下巴上 還真的有一個橘色碎片 不過回顧拜登的口誤史 他似乎非常需要幕僚提醒 第一夫人的丈夫不就是拜登自己嗎 明明是賀錦麗丈夫確診 拜登卻也可以說錯 多次荒唐口誤 讓人難以以笑置之 對於拜登健康狀況 沸沸揚揚的輿論 似乎只是力所當然 記者劉嘉宇報導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送水神 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